大家好,我是東京走的橋的鮑勃 東京都人口將近1400萬 面積大概是台北市的10倍 第一次在這樣規模的城市旅行 應該可以玩個五天四夜不會膩 但如果你已經來東京好幾次了 會不會想要在旅途中換個心情看無敵海景 參訪日本國寶城池 大Outlet寫拼 仰望壯麗的瀑布 泡個溫泉 欣賞美麗的紅葉 探索深山中的神社 或吃看看當地美食呢? 本集影片Bob就來介紹 從東京出發一兩個多小時 就可以方便到達的景點 安排個兩天以夜遊絕對值得 那我們看下去吧 足利花卉公園在紫藤花開放的時候 聚集了世界各地慕名而來的旅客 日光的世界遺產東照宮 花園瀑布的絕美景色 將於千年的古蹟中阿寺 日本最寡的學校 足利學校 讓你買到首萬的Outlet 日本第一的角質城市與瀑布公 我們來嘗精彩的 立木二日遊吧 我們第一站來到足利戰 一早先來體會足利的歷史吧 足利市位於立木縣 熱口大概16萬人 是日本活躍於平安時代 到士丁時代軍事貴族 足利市的發祥地 足利幕府也是日本史上的第二個幕府政權 也因為如此 整個城市也深受到足利家族的影響 大部分的大景點都不在車站附近走路可到的範圍 我們就帶大家在這裡走走吧 我們先前往足利學校 足利學校可以說是日本最古老的學校 創建的時間大概是士丁時代的中期 也就是15世紀左右 關東管理上山現實上任之後 開始整修學校 全聖書籍、招聘校長等等 這裡在16世紀初期 學生人數達到3000人左右 西班牙籍天主教傳教士 方濟沙烏略 也向海外介紹 這是日本最大的大學 而境內也有很多珍貴的文化財 比方說進入校舍時可以看到 1668年建立了學校門 同一年1668年建立了孔廟 重建過的方丈跟書院 讓人體驗士丁和江戶時代的學生 是在怎麼樣的環境讀書學習的 由於這裡的歷史意義十分重要 足利學校也被列為日本遺產 竟是日本教育遺產群的一部分 離開學校走個五分鐘左右 我們來到了宗阿寺 這裡真而讓歷史迷鮑勃打開眼界 宗阿寺為竹立宗家二代當主 竹立義堅 於1196年在宅地內建立持佛堂 然後第三代竹立義士 在此建立了各種不同的建築物 這裡可以說是祈求竹立一家 繁榮以及幸福的寺廟 十分具有歷史價值 寺廟的文化才非常多 比方說西元1299年建立 採用當時中國寺廟最新建築技術的本堂 在這裡屹立不搖地佔了七百多年 八百多年歷史的鐘樓 以及四五百年以上的建築 也讓這裡被指定為國家的歷史古蹟 往下走十分鐘左右 我們來到竹立之姬神社 這裡是竹立祈求姻緣 以及振興產業的知名神社 珠紅色的宮殿跟後方的綠樹 互相稱印非常美 大家也可以遠眺竹立室 以及整個關東平原的景色 另一個特色是七種不同顏色的鳥居 每一種顏色都可以讓你實現不同類型的願望 在離開這裡之前 寶寶推薦一家神社內的蕎麥麵 蕎幽安 在Google和Tabellegru都有不錯的分數 週末的時候可能會有點人潮 要注意一下 蕎麥的種類非常多 不同的季節也都有不同的口味 麵是用江戶前的製作方式 吃起來非常的滑順 還可以點一些小菜配蕎麥麵吃 墊燈內觀也非常懷舊 搭配室外的樹葉跟景色 讓食物吃起來更香 吃完中菜我們往下搭一站 來到今天的大重點 祖立花卉公園 從車站下車就可以直接看到公園了 這裡每年最有名的時刻 就是四月中到五月中的藤枝花物魚 很多人會從白天也都待到晚上 看這裡的大光秀 如果行程不趕的話 大家也可以這樣玩 但如果想多舔一點行程的話 我們就在這裡大概兩個小時左右 就是下一個行程 祖立花卉公園 共有350株左右的藤花 我們先前往園區最知名的大藤棚 樹齡超過160年 在1000平方米的區域生長著 我們來的時候剛好是五月初 是大藤棚的藤花準備結束的時候 但這個公園的不同顏色的藤花 為了不同的時間開花 雖然時間剛好是白藤滿開的時候 我們就穿過80公尺長的白藤隧道吧 除了藤花外 春天也是百花齊放 如詩如畫 對了,大家別忘記在這裡吃一個紫藤花雙情打卡一下 現在時間大概下午兩點左右 我們坐電車加上公車 大概30分鐘 來到有180家電的左野Premium Outlet 整個區域設計充滿了美國東岸的風情 非常的舒適 國際知名品牌 日本品牌不升美菊 看包不會是滿了沙紅眼 大概在這邊逛了兩個小時左右 我們就前往最後一個行程 從Outlet搭巴士轉電車 我們大概一個半小時來到宇都宮 雖然不是很近 但距離明天要拜訪的日光很方便 那晚餐來吃吃看這裡的餃子吧 宇都宮拒售有200家餃子店 雖然國貼或餃子 在台灣算是常見的食物 但日本的餃子其實味道跟形狀跟台灣都不太一樣 包伯爵也可以當成一種文化的體驗 吃完之後也可以跟朋友介紹 日本的餃子的心得也是滿有趣的 車站旁大排長的健太 使用了許多日本國產的食材 以及叫薄的皮所做出來的餃子 非常的多汁 但還可以試試看他們不同口味的餃子喔 製作300年味噌的老舖清源 他們旗下的味噌蔥餃子 我相信應該很難在台灣看到這麼奇特的口味 說實在話意外的美味 難怪這家店也得了兩次塔北拉谷餃子 百名店的稱號 吃完晚餐應該真的累瘋了 我們今天晚上就住宇都公市的旅館 結束一天的行程吧 我們大約估個早上9點半左右到達日光 直接從車站坐巴士或是走路前往我們的第一站 日光山神社廟與區域 如果剛剛沒有在東京或火車上吃早餐的話 我們可以吃寺廟附近的上島咖啡 這幾個世紀以來 日光的神社和廟宇一直被視為神聖之地 而這裡與德川幕府時期的歷史 具有密切的關係 我們就來介紹日光山裡面 的幾個重要國寶以及文化財吧 其中最有名的日光董找公 為大名鼎鼎的德川家康的林廟 始建於元和三年 現在所看到這些金幣輝煌的射電群 是寬有十一年九月 江戶幕府三代將軍 德川家光 利用一年五個月的時間 都由280萬人力所完成的 大家可以慢慢散步欣賞東照宮的工藝 首先來看看國寶陽明門 號稱日本最美的門 門上五百多個雕刻建築 在陽明門周邊散步 欣賞國寶回廊 然後欣賞另外一個國寶堂門 不要忘記看一下包寶最愛的睡貓 由知名雕刻家佐聖武郎所製作 除了國寶建築以外 東照宮境內還有非常多重要文化財 認真看的話可以花好幾個小時呢 我們先來介紹世界遺產中的另外一個國寶 倫王寺太幽瑩 這裡是德川三代將軍家光公的墓所 這裡的國寶建築是拜殿 巷之間 本殿 跟東照宮一樣 也是採用全線造的建築方式 與本殿跟拜殿兩建築間 以十間連接起來 與東照宮顏色稍稍不同 太幽瑩的顏色是以黑色、紅色、金色為主 太幽瑩的境內也非常多重要文化財 大家不能錯過喔 剛剛提到日光的惡社遺似 日光東照宮 日光山倫王寺 日光惡荒山神社 為世界遺產 我們就此介紹一下日光的其他世界遺產吧 二荒山神社有1200年的歷史 是日光的信仰中心 也是求姻緣的知名之處 另外鮑伯覺得這個朋友神社名字很可愛 對了 知名拍照景點神橋 也是二荒山神社一部分 也是中環文化財 跟二荒山神社一樣 倫王寺有1200年的歷史 藉由奈良時代的聖道善人所建 本堂為東日本最大的木造建築 十分氣派 離開日光山這個區域 現在時間大概是中午12點 節節中餐的時候囉 中午我們來吃美美的明治館 建築本身為登入有型文化財的明治館 是日本留生機之父母 美國貿易商FW Pong的別裝 所改建而成的陽食餐廳 也是Tabelloku的百名店 剛好歸在日光的神社寺廟這一帶 所以可以當成一個吃中餐的好所在 最有名的餐點歐盟單飯 吃起來非常的絲滑入口 在淋上花時間熬煮了法式醬汁 好吃 中餐結束之後 現在時間大概下午一點 我們來淺嘗日光的中餐四湖這一帶吧 搭乘45分鐘左右的巴士 來到華岩瀑布 這個瀑布真的氣勢磅礡 我們搭乘墊覆來到了瀑布的底部 觀賞中餐四湖的湖水 從97公尺的峭壁高處傾斜而下 觀賞華岩瀑布 我們搭乘10分鐘的巴士 來到中餐四湖的中餐四 這個寺廟是剛剛日光山那區的倫王寺 其中一個寺廟 是一個看湖的好區域 拜訪完寺廟現在時間大約三點半 我們在天色變暗之前 在湖畔三個鋪吧 中餐四湖畔總長約25公里 最大水深為163公尺 是兩萬多年前 南體山火山融為噴發 所形成的燕色湖 明治時期是昭和初期 是許多外國外交官的避暑聖地 現在也成為日本人以及國際觀光客的避訪景點 如果時間允許 我們可以參觀英國大使館別墅紀念公園 建築物是對明治維新帶來重大的影響 英國外交官薩道義的個人別墅 建於明治29年 現在開放一般民眾參觀 除了建築物本身很漂亮以外 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欣賞中產寺湖畔 現在時間大概下午五點 這一區的設施也都慢慢結束營業了 我們的行程也要告一個段落囉 以上就是東京附近可以兩天一夜遊的行程 希望看完這部影片 可以讓你來東京自由行的行程更多元豐富 如果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 東京自由行的頻道還有更多行程讓你參考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想多多了解包補跟韋恩的話 也可以like跟follow我們的Facebook粉絲團 以及Instagram 如果想要更加支持東京自由行程的話 也歡迎加入我們的YouTube會員 讓我們可以拍攝更多種類的影片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